我们很不耐来到了这个12月时代 刚才这个东西 是我自己做的中国式管理模方 大家知道我老师曾世强 讲中国式管理 除了长期的从事教育之外 也亲身投入商业 做咨询管理多年 来到大陆呢 也是很多客人都跟商有关 也是没办法赶上这个时代 你看我们说发达国家都是服务业 商业就是服务业嘛 占了70%以上 由农业工业一直这样 我们说过这个发展下来 那实际上呢 中国也是从90年开始 由最初的20%的商业 这个人口到现在的达到了一半 所以说我们书本上学的是要达到70% 你看现在这个农村人口全都往城市来 不管是工业商业 因为这些都叫服务 最终都是服务 实际上 而实际做事的 这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这个一定要扎实 因为商业它是架接在这个一个空壳 架在他们这上 你东西少 你搞那么多花样 变相了 就那些不干实事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这个70%真的是要好好怀疑 我们老师也曾讲过 那你看他们说 你说发达国家就这样 他们最早是由这个 大航海时代 就穿肩靠力 开始全球的殖民占领 达到了掠夺资源 掠夺人 奴隶 为他们服务 强权霸套 然后呢 就是用经济去控制 用科技去压制 占领着所谓的先机市场 一直发展到这样 他们实际上自己 都是好事懒做 这个 不要学他们 只是一时的 这个才几百年 马上他们就要过去了 但是老师来到这个大陆呢 几十年 我们还在发展阶段 没办法 商业 他就 我也不知道 我们等到他这个年纪 会不会感到 所谓的这个文化 真正的欣喜 这样算起来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坚持 就准备花几节课 把这个 给大家讲一下先 这一套 中文师光领梦方呢 是我做的 当时 拿到老师面前的时候 也是 热泪盈眶 它 有四个嘛 每一个就是 这几个面 都是一个系统 比如说这个代表高层 那个中层 低层 还有一个是综合的 就是把老师的一些观点 集合在一起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总结 这个 不是卖这个 当然现在也不多了 我不知道这个平台 有没有 就是大家能不能搜到 就是中国是管理 搜这几个字就行 或者是魔方 拼图这些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到那个 叫陶什么 拼 这两个平台 可以看看 应该还有 好多都送出去了 当时都送给老师的 一些相关的机构 都是免费送的 他们 生世代的 我也不想说了 这个 就是曾经老师 也被教为增三点了 所以说 这个 总结的这些东西 也都是老师的原话 大家要是实在想要 给私信 给我找不到的话 我们准备花几节课 把这个简单讲一下 请不吝点赞 打赏